这是我第一次躺在手术台上出镜 而你正在通过远程视频 观察着手术室里的情况 大陆央视记者在中共海军74周年 庆特别节目上登上山东航舰 宣传医疗设备和服务 你活动一下你的脖子看一看 就主要是我的问题在脖子上 对 有点紧 然后你看看是不是松了一点 除了特别介绍 有别于西方医疗的中医针灸 把脉拔罐 在央视另一段影片 还首次曝光福建舰配备的新型舰载机 官方大秀军事肌肉 但却遭到自家人吐槽 报道中宣称福建舰可以搭载的新型武器 就有大陆网友发文说 不要拿电脑合成图片乱开玩笑 另外香港媒体《星岛日报》旗下的 头条新闻也报道 以蒸汽涡轮机作为动力的 辽宁号 山东号 福建号烧好锅炉的水 需要48小时 因此这些航舰在作战时 需要两天的准备时间 就在大陆航舰引发热议时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在同一时间点也释出照片和讯息 建赫尼米兹航舰服役48年 完成第35万次起降 淡淡几张照片 传递出双方航舰技术的差距 大陆军武发展 不只国际警钉 大陆军事迷也相当关注 近日官方报道 有人非法使用空拍机拍摄福建舰 遭到判刑 大陆官方认为 军事迷拍的照片一旦被间谍获取 航舰建设进度和敏感设备的性能参数 都会曝光 因此非法拍摄航舰 可依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刑 TVBS新闻科胜熊林米珍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